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的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杉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点赞我们这一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英国大选的消息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看到都真的笑了 因为已经是港人了 较早前就说我们一定要出来发动要做事要退投票 即是在英国那里 一人一票就选出我们心目中的候选人 怎样可以继续帮助我们移英港人 其实他们较早前都有一个论调 就是叫大家含泪投票保守党 那是何解呢 要给大家一些上文下理 他们觉得保守党的时期 就有BNO签证这一件事的 理论上来说 或者他们觉得 实际上到时5加1的话 第六年就是要申请定居 如果在保守党的执政下 理论上就会让他们顺利过渡 去做真真正正的英国人 理论上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我认为就是哄着BNO 或者哄着一些有意想移民到英国的人 这个是他们自己很天真 而英国人自己想的想法 但是他们又觉得 现在英国的经济这么差 就是保守党又做得不好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都令到他们生活得很辛苦 就是他们 吵烟巴闭的那些 在那里说就是这些 不是英国生活很好的吗 不过他们都会再去兜的 因为有自由空气 就算要做工厂 或者要做一些很厌务性的工作 都是值得的 为了下一代 不是吧 不过算了 有些人就是这样想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 是不是 不是做工厂就是做工厂 那为什么他们对于工党 是抱持一个这么低的看好 或者叫做支持度 就是觉得工党这些一定非常之心狠手辣 到时如果被他们上场的话 就一定会将这些在英国的鱼血 就要先剁掉它 或者要保障回英国当地 一些比较生活得比较艰苦的朋友 要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而现在他们的本土主义抬头的话 就会将那个矛头 堆下去这些外来的人 例如这些英港人那些 即使他们在香港的时候很近似 其实他朝军体也相同 你们那时候就会说 香港的公屋就被新移民住了 又说他们下来的小朋友就霸了学校 就为什么呢 发觉听到门口的妈妈就在那里讲一些乡下话 小朋友在公园玩的时候 又会在那里讲一些普通话 其实这个情况你们去到英国就一样 是吧 你们一班二班这些中国人在那里 在那里讲粗口 讲粗口这件事 即是可能在英国的学校门口 人家家长在等着小朋友 你们就在那里用广东话在那里讲讲讲讲 不知道讲些什么话 然后小朋友围在那里的时候 又会中英夹杂 其实人家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接着呢 租楼的时候 又会看到你们这些移英港人在那里租 炒贵了那些价 接着呢 在那里压下压下 在这些超级市场 在那里大大声在那里讲广东话 即是对于一些听惯英文的人 就会觉得不是美而 觉得很怪 有一班呢 举止怪异的行为 就粗佬 也都呢 声音非常响亮 哈哈哈哈 那些中国人在那里 哦 接着你说 哦 你是不是中国来的 还是旅行 哦 不是 我们是移民来的 哈 有些这样的 你再问下去呢 他们会说自己是香港人 哈哈 不是中国人 哈哈 是的 即是不要说以后 说你好 还有呢 其实自己呢 是住在香港的英国人来的 那只不过有个overseed的字 拿这本的东西出来 整件事呢 其实现在在说 为什么由那个被兜走的柏匪民开始呢 已经这么痛恨这些爱利的人呢 当然呢 不单止移英港人的 还有其他的那些呢 什么难民也好 也有很多的 很多其他乱乱乱乱的那些 非洲那些 唯有就叫排外 其实是一样的 你在香港的时候 会觉得他们来到搞住了 破坏了那个平衡的时候 拿了社会资源 那些什么 可能他们都会说 咦?我们老公也有去做事的 我们呢 就算是做妻子 也有去买菜 也有去煮饭 也有去买三副鞋物 也有跟小孩去玩的 也有刺激经济的 为什么说我们是外地来的呢 其实呢 你们这些乱英港人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他们就很担心 如果工党真的上到墙的话呢 可能大家你的利是 会不批他们那个五家一 到时呢 他们不能够定居的时候 就找谁 你说 你找他 找Boris Johnson 他到处说那些 说多一个 和你们有什么好说 没钱的 是 你住了这么久 吃了很多英国的资源 一旦就否决你的申请 哇 那你真是欲哭无虑 到时候 所以呢 我们看到现在呢 英国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呢 历史性 保守党呢 是大败 记住 是历史性 厉害 哇 真是爽啊 新卫城呢 做生意呢 做这些英国首相呢 现在政治就一样了 不可以 一早就知道这个人不行的 是不是呢 他们都很恨这个新卫城的 就是觉得他 就是要歧视别人的膚色先 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 只是歧视别人的膚色 这个膚色这个 本身都已经是先天不足了 对那些人来说 对那些人来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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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你 是做到事情 或者你自己有自己的工作 或者做一些正常的事情 就可以了 那我先说一下 现在大事了 其实这个选举呢 被誉为 就是英国大选前的前哨战 哇 现在呢 厉害了 保守党啊 一觉醒来 失去了几百个议席 是几百个议席 这个 还不是议会 是很糟糕的 因为 因为 接下来就要大选 那什么时候会大选呢 据说最迟 不会迟过 2025年的1月 最大机会可能是 今年下半年就会举行 哇 那这次很机会 可以兜走这个新委城 对很多英国人来说 直到啊 是陷党铲起了 这次 地方选举呢 就是和他们那些地方很有关 就是很多不同的 简单来说 就是 例如远至去到 黑池 这么贵的 黑池 都输了 黑池都输了 你保守党 就是 执包袱 执还是包袱都行 我指那些香港人 可以执还是包袱 就是等于 输到沙头角那么远 沙头角都输了 也很恨你 黑池都 基本上了无人烟 只剩下海滩 那些 黑池本身 社会发展 城市发展水平 是多年来没有进步 不但还在退步 是一个很沮丧的城市 你不可以这样说话 什么被人沮丧 是有移英港人在那里 开着日式的拉面店 希望可以做到游客的生意 是真的吗 有游客去的吗 我也不知道 希望 其实我有BNO的旧同事 也有去过黑池 不过就没有吃过拉面 不知道 终了一个圈 就是路径的海边 我们这么远都来到黑池 就是会这样 因此 现在保守党 如果大家 到时大选之后 真的成功变天 因为现在 其实英国那方面 他们自己都很想 叫做真正的变天 很多人都想它走 快走 保守党已经是霸住的位置 霸了很久了 刚才 现在 就算有一些地方的人 即保守党的党友 胜出了 连任 可以这么说 都说 这件事 令到党内 有很沉重的逼供压力 逼供压力 逼供压力 是的 保守 这样的情况 新伟诚可能要下台了 会不会逼走他呢 这就是一件事 对了 不过呢 对于英港人来说 挺好笑的 我们另外找一节 才再讲一下 因为呢 会 他们这些传统 即英国这些传统 就会和 例如 和香港人 会有几天的论坛 去讨论一下 你们那些去向 讨论一下 你们香港人在英国如何 或者你们有什么意见 其实主要来说 就是 大佬说话你要听 你们这一帮 宜英港人 就好像学校的礼堂 那样 上周会 那些同学子 就坐着排排坐 吃粉锅 就坐在下面 那上面那些洋人 即是这里 他们当家作主 他们的地方 那他们又 不同的港者 就会和你那边说 甚至乎 会有新卫城的 视像 就会播出来 现在这些香港人 或者是宜英港人 也好 收到邀请的 对不起 说一句 帕不帕不帕不帕 如木春风 哎呀 这个又说 我收到邀请 可能 我会和新卫城开会 是啊 有些还说 我们要留意 其实这些传统 所以证明你这些 中国人 那种 又说要扮英国人 其实明明是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 又要扮自己 好像很洋气那些 人家这种的会议 有个传统的 就是这些论坛 就不可以透露 里面究竟说那些什么 哦 但是他们 要耍命 要演戏 当然就说出来了 是不是 他们就未到说完 但是就会说 一点 对了 我要开会 他会说出来那些 对了 我看到最好笑的 暂时看到就是这个 黄世宅 黄世宅 如果大家想听 可以不妨一起留言 其实是一个鸡棚 来的 那我们再回来 这个地区选举 那输到什么时候呢 我还看到较早前 那些英国人 就夸夸其谈 就说自己 能够影响到 别人的摇摆周焚 哇 就是摇摆地区 是不是到周焚 就是摇摆的地区 那我听到我就笑了 有什么影响力啊 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 什么呀 就是现在 说的是 失去了几百个席 你摇啊摇 摇到爱婆桥 摇到奈何桥都行 你们 我那次也做了一次节目 什么 你们能够撼动 撼动 撼动人家三大政党 撼什么呀 撼着牆 你自己 撼着牆 不知道能不能撼死你了 数牌才得到五席 好像不知道四席 还是五席 是一些关键票数 假如他们已经说了 all in 是有机会的 理论上的数 但实际上 你们一盘散沙 那当然不行了 好了 那再展示下去 下一个论点就是什么 假设 现在这样看 你说我不是 会有钟摆效应 来吧 现在看到这样子 怎么摆啊 要不就摆了过去 摆了工党 那个钟摆 就是 你说能不能够叫 现在好像是这样 可以了 但到了来着 英国大选 还有 能不能够叫做变天 有些时间 如果真是 新卫城 及其保守党 希望可以把整个钟摆摆过去的话 第一要开刀 就是什么 拿你们这些移民去开刀 其实说到底 你们都是移民这些 是被牺牲 或者叫最好 拿来做 宣传稻草人呢 就是拿来打 还是三包 就是 这个最好的 你移民你又不能出声 因为你都不是当地人 始终到 第二就是社会民情对移民 是很不满的嘛 现在是 所以拿些移民来出气 是好 正常很合理的 对不对 哈哈哈哈 你们那天 真的想当年 就是踢行李箱 是啊 踢行李箱 为什么要踢行李箱呢 就是因为你们 仇视外面来的人 觉得他们来抢资源 当然你说踢行李箱 因为他们来消费 就是 人家连人来消费 你都觉得不喜欢 都觉得阻止你 所以你要踢行李箱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那些人的宣示点没有了 如果政府来说 他没有来说自己有问题 那就赖下去 这些外来的人的问题 所以呢 他们五加一 到时 最后的定居那一年的申请 似乎 会倾向于 真的要将一些 有能力 有实力的人 才会被他们留下 这个都不顶 到时 其他那些 就像加拿大那样 拖垮你们 拖死了你们的 入籍的时间 到期了 我都没搞得切 你想想 现在 二英港人 你们这么自豪 有这么多万 这么多万的香港人 陆陆续续 断万断万计 你想想 加拿大八千个卡住 都搞不定 喂 如果到时 英国有八万个 那怎么办 那没有了 卢旺达 当然 但卢旺达也贵 每一个人要 三千英镑 所以都不便宜 路向达 记住 三千英镑 这个数是哪个 是新韦成 他们这个保守 到时我们工党 三百元好了 三百英镑算了 搞定 他们住住完算了 其实又不是这么差的 大家都上网搜索 你们这么拜新加坡 是不是 新加坡很好 好 香港好多 又赢了 最近又说 谁又搬过去 今天很好笑 这个我们 遲些再说 你们会说 新加坡又赢 什么 其实 卢旺达有一个称呼 叫做非洲的新加坡 猛猛 好厉害 那么厉害 非洲新加坡 在非洲新加坡 碰个借 你们这么喜欢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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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去 自己做 快点去 再去 去见国 对 那么喜欢做的 就全部都起出来 再把 什么叫高志活 把那一辆 国殤之柱 弄在那里 对 弄 弄 就在那里弄个 什么杜草 有点挂件 黄色的乳套 你喜欢做的 太多 好 好 再开那些 chicky duck 的时装 在香港里面 加油 在卢旺达慢慢搞 要是到时就 要是到时就 去卢旺达 所以 那死了 如果 二英港人 有什么良好的 建议 给他们去 如何自处 我们也不是 那么黑心的人 经常有人说 我们落井下石 什么 雪中送市 他们误会我们 误会 我给个建议 如果 其实就跟谈恋爱一样 一移民就像谈恋爱 是 没错 我给你个建议 你感觉到 那个可能是一个渣男 或者渣女 渣女也好 你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 你也不想断绝这段关系的时候 唯有的方法 就是不要投放太多感情下去 就是 就是 难够处理 难够处理 你有些保留 到时自己 有些什么伤害 来说 都不要叫他这么大 例如他 叫你送些什么给他 你不要先送他 他叫你送个iPhone给他 你可能先送一部 Motorola给他 就是他叫你送个Cucci给他 你随便送个Polo给他 就是 你不要投放太多 你到时 买得越大 商得越大 到时就没有交捱了 不如这样 我们今次就暂时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于英国地方选举 有什么看法 不妨一起留言说好吗 好 好 拜拜